今年是民众党的多世之年 民众党是台湾政坛崛起的一个第三力量 而且在立法院拿下了八席的席位 虽然跟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席位处理还不能比 但在今年确实特别的引人注目 就是国会改革法案等等一些的问题 民众党的总召黄国昌都在里面挑头 而且参加宪法法案辩论等等 所以声量是很大的 但今年台湾这个第三党其实过得很不顺利 包括这个政党的支持度 从这个当选之后下滑很多 从总统选举之后 政党支持度国民党跌了7.4% 民进党跌了8.2% 所以说其实跌幅是比较大的 很多人又转向这个无政党支持的中间派了 那两岸政策民调的民众党就跌得更厉害了 民众党的支持度只有6.1% 在这个时候 这个民众党本身的信用度就变得很重要了 那柯文哲一直以来 都是以提供一个非常理性科学的这个印象为主 他以前就说他是医生 他作为医生呢 就是这个政治人物不可以有很多空间 他经常说嘛 要靠这个SOP 这政治人物不可以有太多的一个自我材料 不能自我花卉 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总的来说 柯文哲就认为 整个民进党 整个民众党老说串 整个民众党就是在这样一个特别标准流程的支持下进展的 结果 最近爆出一个这个政治现金事件 而且这个政治现金事件 我跟你说我多荒唐啊 荒唐到你听完这个事情 你再去想过去柯文哲嘴里的那些 SOP 理性 透明 监督 一种非常审慎的 非常中立的第三党形象 荡然无存 很快应该这个台湾民营基金会 就要公布这个八月份的这个政党支持率了 现在啊 这个民众党还剩14.3% 我大胆预测啊 八月份肯定跌破10%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说呢 民众党遭遇了特别大的危机 好 我们这期就来说说啊 他们这次政治现金事件 到底有多荒唐这个事情 透明茶只是每周一三四 早上上海时间八点的新闻评论节目 有直播也有录播 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 欢迎大家 大家好啊 今天是8月19日 欢迎来到透明茶 是饮茶 我是李侯辰 今天的我们的新闻话题就是 柯文哲最近深陷的政治现金事件 政治现金我先说说啊 很多人听政治现金认为问题就出在政治现金 因为一听好像在中国的语境之下 这好像是个错事 这好像跟贪腐有关 其实不是啊 政治现金是合法的 就是民众支持一个政党 捐赠一个政党 这个是完全合法的 问题呢 就在里面作账的内容 就是竞选期间 好 整个事情呢 其实还和民众党和一个前党员的恩怨开始 这个党真的有好多问题 其中一大问题呢 就这个党留不住人才 而且很多人离开之后 撕逼都撕得特别厉害 等等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今天不做这个事情的梳理了 这个党员呢 叫做吴静怡 吴静怡呢 是台湾之前一个名嘴 一个政论人物 吴静怡呢 7月4号 今年7月4号 正式遭到民众党的除名 就说 今年4月份啊 他已经被民众党内部停权了 停权之后呢 说他仍然持续在政论节目公开 以不实指控污蔑 诋毁政党及党内人事名誉 因而呢 遭遇了除名 除名之后 紧接着这个监察院 就公布了总统与立委大选 各候选人 政治现金的会计报告书 在台湾 其实这部分政治透明度 这个政治数据公开 做得很好的 每个人都可以去里面 在在Excel里面去查 去计算 里面有什么问题 实际上这次这个问题能爆出来呢 就是因为所有这些账目 在台湾都是一个公开事项 好 报出来之后 8月6号 今天是8月19号 这个事就从8月6号开始了 8月6号 这位被除名的前党员吴静怡 就指控柯文哲 故计营造他自己非常清廉 非常穷困的形象 来骗取募款 但是呢 又将多笔资金 以授权的方式 转入一个公关公司 叫募可公关 以贩卖竞选小物 就贩卖一些竞选物品的方式 谋取不法利润 好 这个事呢 就从这里开始了 当天 民进党 民众党就回应了 我们老说错 当天民众党就回应了 回应说 吴静怡的文章 莫名其妙 通篇幻想 柯文哲在竞选期间 每一笔款项 不论收入支出 皆清清楚楚 如实申报 不仅依法申报监察院 网络也可查询 毫无模糊空间 可供大众监视 等等等等 你看 就说这话 哇 最后这个打脸打的 你听完我说的这些 今天介绍之后所有内容 你再反过来想 民众党在8月6号的回应 就是所有内容 皆清清楚楚 如实申报 毫无模糊空间 可供大众检视 我都不知道 他们当时怎么好意思 讲出这样的话的 好 8月8号呢 一名叫黄伟汉的记者 进一步质疑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专户 支付给这个木口公关 1300万的授权费 但一般来讲 这个授权费 一个公司 以商业方式 制作你的小屋牟利 应该他给你付授权费 对吧 比如说我觉得 这个沃特迪斯尼特别好 我要就是制作一系列 迪士尼的小屋来卖 就应该我给迪士尼钱 怎么会是迪士尼给我钱呢 所以说记者就爆出这点 是这个民众党 给这个木口公关钱 让木口公关来制作 小屋授权费 这事非常荒唐 很多人呢 就认为啊 这里面应该有猫腻 那民众党很快也回应了 回应说呢 账目上一千三万的授权费 并不是授权 而是物流宣传管理费用 等等等等 还有其他一个叫尼奥公司 开票啊 也是很大一批款项 说这并不是这个活动执行费 是两场竞选活动 和选钱之业的整体活动 等等等等 所以现在 有两个公司被牵扯进来 一个呢 是木口公关 一个呢 是这个尼奥活动 结果啊 就一天之后 这两个被牵扯进来的公司 就做了回应 承办这个造势活动 一个公司 叫石乐公司 发表啊 民众党申报资料中 有五百万元 这五百万元 其实并不是给石乐活动的 而是这个公司 转账的业务 就是这个公司 帮助民众党支付 一个广告购买的费用 另外一个公司 尼奥也声明啊 申报资料理由 两笔款项 一共九百一十六万 其实挺多啊 就是台币 新台币 应该人民币的换算 大概是除以五 大概就两百人民币 这么大的会 款项啊 这个尼奥公司 并没有收到 这是三笔虚假的支出 所以很快呢 就被这个 射死公司提报 所以这个事情呢 就沸沸扬的 延烧起来了 那之前民众党 就是特别 大大咧咧的 然后说自己 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些说法呢 都非常快 被事实打脸 然后很多人啊 就开始研究 他们的账目 这一研究不要紧啊 研究出了一个 巨大的荒唐的问题 好 这个政治现金是这样的 台湾就任何民主选举国家 一个政党运作呢 其实都需要政治现金 所谓政治现金 就是政治捐赠 那这个政治捐赠的台湾呢 第一需要公开 第二呢 会规范一个人 或一个公司啊 最多可以捐款多少 捐款多少政治现金 有一个上限 而且啊 这个政治现金收入 如果你没有花完呢 是需要去退还的 你必须开立专款账户 来给政治现金的提供收据 然后专户之内的支出呢 都需要有严格的 这个会计准则 所以是政治现金的要求 你可以收这个钱 但这个钱呢 是需要专款专用 就用到你的这个竞选事务之上 那完了之后 如果还有结余的话 这个结余该怎么办 再说 结果啊 就有巨大的问题 这里面呢 涉及到一系列的公司 首先来说两家 这个账目混乱的公司 第一家呢 就是我们当时讲的 这个石乐公司 石乐公司呢 这次在这个政治现金的 B案中 一共收到了超过 2500万的这个运用 在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 分别有转播费 1000万 宣传广告费500万 台南造势大会的场地费 接近500万 桃园造势大会的场地费 450万 大概有四笔啊 加起来 就是人民币500万的样子 然后呢 这个公司就回应啊 这1000多万 就有1000多万的 所谓的转播费 这个转播费呢 并不是这个公司自己 来支取的 而是受委托 代购这个媒体广告直播 是代收代付款 因为整个款项中 这笔最大 而且这笔呢 很可能有一点点 问题或猫腻 所以这个公司呢 就来切割 说这不是我们做的 这是我们帮他代收代付 而且啊 他提供的所谓这个 500万的宣传广告费 也不是他们自己 承接的业务 而且台南和桃园厂 收的活动费 是活动的执行费 而不是场地使用费 因为这个场地使用费 很荒唐啊 如果场地使用费 四五百万 大家知道这个四五百万 在台湾对一个体育场馆 是能够用多长时间啊 你几乎可以包他一年 对吧 也就是说你不可能啊 造势大会 大概一两天嘛 这个场地使用费 能够到四五百万的 这个地步 所以说 这不光是公司账目里面 也就是说 从食乐公司来讲啊 这个公司账目里面 有虚报的部分 而且有大量标记 完全是错误的 跟实际支出呢 就是相差甚远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 刚才有一个叫 尼奥的公司 这个尼奥公司的 民众党申报啊 给他分别支付了 216万的广告宣传费 和200万的宣传活动费 尼奥公司皆称 这两笔收入 加起来一共400多万 皆没有收到 并没有收到这笔钱 所以民众党标的 这笔支付是没有的 所以付给谁了 付到哪里了 并不知道 不止有这个 账目混乱的问题 还涉嫌裙带关系 这三笔布什申报款 实乐公司和尼奥公司 合计大概916万 就这个钱啊 这个尼奥跟实乐 这两个公司呢 其实跟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呢 这两个公司负责人 都是戴力林 这个戴力林呢 是这个民众党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黄珊珊 你就这么理解吧 黄珊珊大概是 现在民众党的 第三号人物啊 第一号人物是柯文哲 第二号人物是黄国昌 第三号人物是黄珊珊 她是黄珊珊的这个闺蜜 所以这两个公司啊 跟民众党还有裙带关系 在这个裙带关系之下 就引发了这个作假账 和这个利益输送的这个质疑 好 最后啊 这个民众党折腾了两三天 想出来一个方法 把这个方法全部推给 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叫金华会计师事务所 这个会计师呢 叫端木正 说都是这个会计事务所 变异形式 所有不实款项造成的原因呢 都是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搞成的 然后他们还起诉了 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然后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当然也跳出来说 我是清白的 所以监察院 希望能够还我一个清白 这事都闹起来了 而且这里面你再看 还有更神奇的事情 这个会计师事务所 感觉像是这边 一个背锅的人对吧 是不是随便找了一个 会计师事务所 就来搞了 其实不是 这个会计师端木正是谁啊 这个端木正可不是本次大选 随便找了一个人啊 这个端木正跟柯文哲 渊源极深 首先在柯文哲 担任台北市市长时期啊 市府廉政透明委员会的委员 就有这个端木正 所以他作为会计师 是长期跟柯文哲合作的 不只在会计事务上合作 2020年端木正位列民众党 不分区立委名单22名 他还是民众党的不分区立委 2022年还被柯文哲推荐 给富邦保险担任独立董事 这两个人的交情啊 可以说是特别特别深 结果现在闹到啊 这个柯文哲要去起诉他 把一切事情都往他身上 泼在这个地步 实在是让人感觉很奇怪 而且你会发现怎么说这事 这些人之间关系都这么近啊 一会儿还有更近的呢 大家来看啊 所以整个事情就是账目一团乱 人物存在大量裙带和过往关系 然后呢就是来说 这个竞选小物授权金的事件了 刚才就说 这个民众党之间 这个党员吴静怡不是爆料吗 他有1300万的授权金给木可公司 然后这个木可公司呢 为什么是他们要给木可公司钱 这么高的钱 来制作这个授权物 而且木可员工中啊 还有三个人 根本在柯文哲办公室领薪水 这什么意思呢 就涉嫌木可这个公司 看起来就是党产嘛 这个在台湾是违法的 就是你这个党 在竞选过程中 用竞选现金设立一个公司 用公司方式来运转 这个事是违法的事情 所以说木可公司有三个人 同时领的薪水 这个发薪不是公司在发 是科办在发 就成为了一套竞选班子 两个牌子的运转方式 那这个方式呢 就涉嫌到了很大的问题 背后呢 就开始一团乱麻 一团乱麻之后 木可公司有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 就让人表示不理解了 这木可公司表示 马上要清算 董事长李文娟 在12号就发表声明了 为了避免争议延续 木可公司即刻暂停运作 依法进行公司清算 所有盈余 全数捐给公益团体 让相信美好台湾的精神 得以延续 就你以前运作的好好的 现在出了问题就要清算 看起来特别像是 这个事要甩锅啊 马上就有各种各样的事件 浮现出来了 有一个人自称是 木可公司的总项目 负责人叶志光 说啊 这个木可公司 其实也是个白手套公司 它是个人头公司 设立人头公司 找我来当这个负责人 但实际上呢 这些资料 我从来没有看过 对等等情况 那很快呢 这个民众党 包括木可公司 没有民众党 木可公司就跳出来说 这个叶志光 是一个骗子 他一直来以骗为主 他跟我木可公司 没有任何关系 结果叶志光 立马出示一个 LINE的聊天截图 这个木可公司 董事长李文娟 给他说 Sky 你是总PM Sky是这个叶志光的英文名 PM应该就是 Primal Manager 就你是这个总经理 显示呢 确实是授权的管理人 同时啊 这个叶志光还说呢 他也是热血的科粉 曾经啊 野邦客问者洽谈制作小物 他的这个公司 为木可公司 贷付过一千三万万的款 木可公司却没有提 却以没有合约为由 拒绝支付这个欠款 所以最后这个事呢 闹得一团糟 所以这个木可公司 到底是不是 民众党的党产 以这一千三万万 到底干什么 其实呢 也有很多的争议 而且这里面 又开始有裙带关系了 这个木可公司的人 不叫李文娟吗 他的董事长 叫李文娟 他是谁呢 他是一个叫 李文宗的人的妹妹 李文宗是谁呢 李文宗是 柯文哲舍创办的 基金会的董事长 也是柯文哲 竞选办公室 首席财务官 这下就闹大了 你看啊 这个事闹得 不清不楚的 木可公关 结果是柯文哲 竞选办公室 首席财务官妹妹 建立的公司 又是一个群男关系公司 而且这李文宗跟柯文哲呢 也是亲属亲朋关系 他是柯文哲的高中同学 柯文哲担任市长的时候呢 他是市长办公室的主任 所以说柯文哲的高中同学 在担任他的市长办公室主任 在担任竞选办公室首席财务官 他呢 给自己妹妹的公司 这个木可公关 闹得又是这个群男关系 1300万的款项 不清不楚 当然 这个李文宗 这两天有一句话火了 他就召开一个发布会 这个发布会他有一句话 这话我原文背不下来啊 但是说 我特别负责任的告诉大家 我以最高的审慎 和负责任的态度告诉大家 我对此事一无所知 就是 就是他起了个大份 结果最后说呢 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 所以现在呢 也引发了网络群潮 还没完呢 这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天价采购 就大家看这个款项 发现里面有特别多的账目 都特别奇怪 第一 有一间这个时间公司 时间公司呢 这个竞选团队支付给他们 1000万新台币 干了什么呢 这1000万新台币 就制作了14集的系列影片 这14集的影片 也不是什么 有大量特效的影片 就是这个KP国事会议 就柯文哲的一个宣传影片 就是在一个固定场景之下 用这个摄像机里拍 每集呢 大概20多分钟 讲一个事情 14集系列影片 三个月1000万 第二个 竞选总部装修款 竞选总部呢 短期租用五个月 装修家租用款项 超过了1800万 每瓶花费超过了4.8万 当然 这个之后 柯文哲的角度呢 也来解释说 啊面积比这个大 等等等等 不管怎么说 这都是一笔天价款 而且这个 民众党之前是严厉的批评 说民进党 你们不 你们花钱是有问题的 你们的竞选总部的款项过高 结果之后发现了 他们这里竞选总部的款项 每平米 比民进党的还要再高 所以这不是又打了自己的脸吗 还有一个事情啊 就是有一个 大爱素食天地便当 在竞选期间呢 发现有一张票 向大爱素食天地 购买了96万元的素食便当 天价便当 而且之后呢 就这96万怎么来的 也是一个罗生门 民众党发言 陈志涵先说 是9.6万 我们不小心输成了96万 结果之后呢 民众党副秘书长又解释说 是会计师记错的 其实只有两笔便当费 是960元和110元 打成一行了 打成了96万 你看各种解释 但这两个说法 其实都不合理 不合理在哪里呢 很明显 你看一个公司有会计 有出纳对吧 那会计你可以打错 那出纳发现 要打款96万 出纳不觉得奇怪吗 就算出纳不觉得奇怪 这个大爱素食天地便当 不觉得奇怪吗 也就是说 如果啊 他给我打钱 本来应该是960和110 加起来1000块钱 我收账收到96万 这钱我敢花 我不去问问怎么回事 这不体现在后续的账目上 对吧 这个出纳 打96万给一个便当店 他不觉得奇怪 这钱就这么打出去 所以这里面的奇怪的事情 特别特别多 这个裙带关系还没有结束 还发现啊 这个吴静怡还揭露 柯文哲 他的儿子 柯富瑶 在这个墓口公关旁 用资本额新台币10万 设立了个 治饶资讯传媒有限公司 而且啊 他们想这个公司 开一个民众党支持者 聚集的小草咖啡厅 也就是说 柯文哲还给自己的儿子 设立公司 而且呢 这个公司是一个盈利公司 这个盈利公司呢 还涉嫌用党的这个事物 在里面牟利 他的妻子陈佩奇啊 已经对此致歉 并且托人撤销这个公司 但这个事本身带来的影响 实在是太大了 好 大概就是这些 还有很多其他小的争议啊 我提出来这些呢 都是相对比较确凿的争议 就如果关心一个台湾的YouTube 叫视察猫 这个视察猫 就长期 跟这个民众党作对了 现在 他还有更多争议的 当然他里面有些争议的 我觉得可能还没有足够的 证据的证明 证明之后我们再说吧 但不管怎么说啊 这里面滥射实在太多了 我就集中在两个 第一 这个仗真是一团糟 这仗不是一件事 一团糟 这里面几乎所有这些 体现出来的仗 不管在账目的数量上 账目的用途上 和账目的这个流程上 全部是一团糟 第二 大量裙带关系 大量相关利益相关人 儿子呀 高中同学啊 高中同学的妹妹呀 这个第三号人物的闺蜜呀 全是跟这个裙带关系 相关的公司在里面涉足 而且金额啊 数量全部有很大的问题 好 所以这个事情呢 后续就发酵 8月14号 柯文哲保释呢 一定会彻查这个事件 彻查发布会呢 说自己的内部没有问题 问题呢 全是这个 快职事务所导致的问题 然后李文宗和黄珊珊呢 这两个人 就李文宗是柯文哲的 这个高中同学 是现在竞选的财务长 这个黄珊珊呢 是三号人物 他们俩呢 申请 申请对他们进行调查 来体现一个清白 柯文哲呢 也向党员发布一个 公开信致歉 说自己识人不明 用人不当 要深刻检讨 并改正过时 这哪是识人不明的问题啊 这个识人不明 我猜 他主要只是端木正啊 然后呢 民众党召开中平会 这个中平会 评议是否要对 黄珊珊李文忠 进行处罚 这个中平会结束之后呢 也没有对他们进行处罚 那柯文哲表示呢 是说这个事儿 一定要等到水落石出之后 再对两个人开刑处罚 但很多人认为呢 因为黄珊珊 是一个民众党的三号人物啊 是直接来抗衡黄国昌 让党内的权力比较平衡的 如果黄珊珊干掉 那么柯文哲现在又为此事 绅士大受打击 这基本上就是 黄国昌统治的党了 那你看 黄国昌呢 一直是以揭蔽 打击弊案 著称 就毫不手软啊 就是咆哮的方式 来打击这些事件 那么他们自己党的事件呢 他就神隐了 他8月10号 8月10号 你看是很早很早 8月10号 其实就是他们那个前党员 就前面那个党员 踢爆这个事情之后 才两天 那8月10号的黄国昌表示 百分百相信柯文哲 柯文哲从政到目前为止 不论是为人或亲联 他与所有知识者一样 都很有信心 之后呢 黄国昌同志 在这上就神隐了 当然啊 我觉得也不苛责他 毕竟 就人对于自己党的事务 和党外事务有双标 这个我倒是 不是一个完全不可接受的状况 对吧 因为政治事务嘛 这个黄国昌本人又不是 又不是法官 又不是检察官 所以这个也能理解了 现在呢就看这个台湾监察院 怎么进行了 你看 一直来讲啊 他们都说 这台湾监察院没有用 要把监察院撤掉啊 台湾不搞这个五权分离 搞三权分离 结果现在就是 他们自己的原因啊 监察院突然变得 特别有存在感 那绿营民进党呢 当然是对民众党穷追猛打 蓝营呢 在里面持一个比较 朱立伦就盼能够平安度过的态度 结果啊 就在我准备的过程中 昨天又在爆出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 而且这个事情真的也是很大 有学者整理啊 三位候选的政治现金 发现 柯文哲政治现金中 现金捐款的比例高达93.7% 三个月之内 收到了近两亿的现金钞票捐款 这个首先呢 不是那种可能 对吧 因为本来民众党的支持的 就以年轻人为主 你说谁的这个政治现金里面 这个现金比比较高 应该是国民党 有很多中老年人 他们可能因为生活习惯的原因啊 用现金来捐 我们看侯友宜 侯友宜个人捐款呢 有20%是现金 这已经很高了 结果民众达到93.7%是现金 那赖清德的捐款方式呢 几乎都是 都是透过这个汇款的方式 汇款的方式总来讲比较好 因为汇款的方式总来说 就是会比较好查嘛 说什么问题 金流查起来很容易 但这个现金 就是cash 其实就不是特别容易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柯文哲受访时 坦白承认 勾错了 就是 填项目的时候 勾选错误 实际上这是网络转账 但勾成了陷阱 哇 就出了这个事情 大家就觉得 到底是什么SOP 能够出问题 出到这么多的事情 所以民众党现在 这个科学 透明 SOP 这个特别 良好运作 然后接受监督的状况 几乎在这一次之后 已经完完全全的消失了 所以柯文哲不仅有这个烂事了 还有金华成案等等等等 在前面等着他 这个金华成案 我们之前讲过一下 就是他在当市长期间 没得被外界质疑 开后门 给一个建商的容积率 从560% 起高到840%的超高 这个容积率 涉嫌呢 图利财团 这个是大罪啊 如果这个出问题之后 柯文哲可能要去坐监狱呢 当然 整个这个事件里面 柯文哲可以全部推给 段木正 甚至全部推给 黄珊珊和李文宗 柯文哲自己受到这个事情呢 更多的是生育上的打击 不至于为了这个事 接受检查 接受这个检查 往来起诉啊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来想想 这事怎么回事呢 有一个很糟糕的猜测啊 就说其实是 他是中共的代理人 所以93.7%的现金捐款 cash捐款呢 就是挺难追查 这个他的来源的 其实来源的都是中共 所以民众党现在 是中共代理人 但这个时候我觉得 如果没有确凿证据 这么猜也不是特别有意思啊 我觉得呢 还是就是嘴上一套 实际做一套 就嘴上说自己科学 透明SOP 实际做起来呢 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 特别草台的班子 做账做账做不好 这个人员人员 都是任人为亲 就是党内关系除不好 很多党员离开之后呢 都是长过来黑 对吧 可见这个民众党 看起来是一个良好运作 由特别高素质 高学历的人 良好运作的一个新时代的 很清新气质的这个政党啊 其实背后还真的很可能 这个草台班子 所以现在对民众党 非常的不乐观啊 有很多人呢 陷入就是日媒 就是日本媒体 有一个评论员 就说啊 这个政治现金案 很可能会终结课文者 终结民众党 因为民众党在跟国民党合作 推行这个国会改革法案啊 其实很大成价值观 已经在大幅度掏空了 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价值观掏空啊 才让这个民众党的政党支持率 一再走低嘛 在这个情况之下 民众党最后维持的呢 就是一个相对中立 相对审慎 比较透明的一个监督党形象了 那在这次这个必然之中呢 这个比较真诚的 比较透明的监督党形象 真诚性 我就觉得啊 看这些事几乎归零 这个归零之后 民众党的未来前途 确实前途未卜 所以现在台湾是不是要 重回两党政治的这个局面 或者说其他政党啊 像时代力量啊 激进啊 社民党啊 在这之后 能不能抓住这个机遇 重新获取民众的支持 我觉得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件事呢 有两个 第一姿势体大 确实对于台湾的政局 和政党的未来 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 真是特别的荒唐 就是这个仗能做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标记里写啊 你去做仗 都会比这个好 对 做仗做到这么荒唐的地步 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尤其是最后勾选错了 这个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一件事情 好 我大概要介绍就是这些啊 就是 当然啊 就是 就是我 我觉得王志安怎么知道 应该做一期吧 对吧 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啊 因为他不是 他可能 他感觉还蛮支持民众党的 大概在台湾的烂事 他都应该做一期 来批驳一下 这个台湾社会本身的不成熟 这个民主制度啊 本身运转了混乱和低效 但我反过来要说啊 就是这个事儿 为什么我们今天能摊在天下 看得这么清清楚楚 还就是因为 别人的政治先进账户 在这个监察案体系之下 是以非常透明的方式 公开出来的 所有人都可以打开 虽然这个Excel文件特别大 都是好几十万笔转账 如果你好好一笔一笔研究 你看 很多人可以从里面 找出更有关的问题 就是一个党自己监督不好呢 有社会的监督 这种层层监督 媒体监督 学者监督 公民监督本身呢 包括视察猫就是公民监督嘛 这就是做那个cash的捐赠 是一帮学者 这是学者监督 还有媒体的监督 整个社会的问题呢 也可以揭露出来 这本身也是一个 社会良好运转的一个条件吧 好 我要说就这下 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如果你有什么 我哪里说错了 你要刊物 你可以提出这个刊物 或者你有不同的意见 或者你有问题和评论 对话气泡 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看看 好 这里说这个小草 好像那种裸聊诈骗的受害者 倒也不至于了 我肯定是这个受害者 是不是觉得像裸聊诈骗 我不知道裸聊诈骗 很多时候你知道 那个视频完全是假的 那这个党肯定是真的了 就真的在运作 只是说这个党本身 它的各种事项 完完全全是一团糟 最近肯定有很多小草 就是价值观崩塌 就是他们之前相信的一切 在逐渐崩溃之中 崩溃之后 我觉得多出来的很多中间选民 因为现在三党都不值得中间选民 已经大概25%了 这里面很多都是 可能既不是蓝 也不是绿 但是白也发现支持不了退出来的人 就看这25% 其实挺大的一个池子 那么其他的这个党派 包括小民参政欧巴桑联盟 能不能出来吸引到这批选民了 对很多人表示很奇怪的吧 你看就是说 就随便找个事务所 新手做的不能做成这样 对吧 对我就认为 真的是新手做的 不可能做成这样 所以我才说 你上去做这个账 都会比这个账做的要好了 对 可能看这个同学 应该是这个 有这个会计底子 对 出那要先登日记账 然后会计去复合 复合的时候 也需要各种原始平均 合同 收据 才能入账 所以那96万 那个真的是说不过去 你说你登错 96110登错 这个东西 实在是说不过去 这个事情 当然 那96万 他们可能会说 实际上给的就是960和110 最后真正出问题的 只在这个额色表里边 两笔记成一笔了 所以监察网站登记出来 96万 实际支出呢 就是这个1000块钱 他们应该会这么说 这个到时候再看那个 那个便当店 他来澄清了 这里还有一个说 就是说国民党民进党 一定也是一样脏的 但他们都是老江湖 知道怎么样运作 看起来比较干净 柯文准的就是太飘了 从那些劳党里面 挖几个能干的会计都不会 是有可能的 首先我认为 就是其他党派 你说有没有利益输送 找一些这个家人 开些人头公司 把这个竞选资金 一部分能够有图力的图谋 这个在各个国家 很可能都会有 所以说他们有可能 只是做账族的比较好 这些事情没有被揭露出来 这个情况存不存在 我认为是存在的 但我会觉得呢 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因为这个情况 在我们就有可能 又要陷入这个天下乌鸦一般黑 就如何去克制 这种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情况呢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 党内彼此之间互相的监督 比如说如果党内 真的是艺人体制 像这样是柯文哲艺人体制 你就会发现在这个艺人体制之下 他是高中学 他的这个儿子啊 他的妻子 在里面来参与就会特别多 越是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群的关系可能就会越复杂 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党 或者党内相对比较制衡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找你的高中同学 来当这个竞选财务的部长 这个就比较难吧 我认为比如说 赖清德要找自己高中同学 来担任这些高位 来担任管钱的人 这民进党里面 其他人应该就不会愿意 所以说我觉得民进党和国民党 很可能出的问题 不会这么荒谬 其原因呢 不因为他们道德水平比较高 而因为可能党内 会有一定程度的制衡吧 就这种制衡呢 就会让这种人人为亲的情况 和这种裙带关系 不会搞得这么像 我必须说 这么像中国 就这个操作方式 实在太像中国了 对你说 柯文哲有没有自己飘 有没有自己就是 完全对这些事情不在意 自以为都可以做得很好 我觉得确实也有 从很大程度之上 都能看出来 柯文哲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 他把这些问题想得过于简单 导致出现这么大的纰漏 这里 还有柯文说 最近看到好多台湾朋友 玩这个两行大神一行的梗 对 就是960块钱 110块钱 大神96万 连续两天买10股 卖出1010股致富 对 这个在网上肯定会梗化了 这还有柯文说 按照当代的政治风气 搞不好又会变成一次 提纯结晶脑残粉 肯定会啊 这个肯定会有提纯的作用啊 就是会 就是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 一定还会出现大量 仍然支持这个民众党的人啊 会有的 但数量其实不多嘛 在一个竞选 事务里面 他们可能会在这个 threat上特别的活跃 然后怼天怼地 一定是也是有的 但是这个对于民众党来讲 你就是提纯出这个脑残粉 那怎么样呢 毕竟你不是一个这个 不是一个饭圈组织啊 你最后可以靠他们来图理 对吧 你最后这个竞选组织吧 所以竞选组织一人一票 你就算提纯出一帮 每个月能给你20万的人 又能怎么样嘛 对吧 这票数上就没有了 很多人都说 找出各种老会计都不会这样 但这个端木正 其实是真的是 长期职业的会计事务所和会计师啊 但端木就 端木正就认为啊 就是我们给民众党提供的 就是这个签证服务 也就是说 他们给我们什么票 我们只要核实这个账存在 我们就登进去 就按他们票面上东西登 我们不去复合 这个钱合不合理啊 花的多不多啊 这个没关系 所以端木正认为自己在这个事里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他给我什么 我们登什么 我们如实登进去 你们发现这些问题 就是他们原来的账本身有问题 事本身有问题 不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可以说 就是如果这个端木正 这个精华会计事务所啊 他只是负责作账 也就是说 他就是外账成立的人 就民众党的内账是什么样 是民众党的事情 民众党把所有的外账资料拿给他 他编列成为上报监察院的材料 你可以说这个可能不是端木正的问题 那是谁的问题呢 是内账的问题 就李文宗那个团队 他们怎么把民众党的内账 做成这样是他们的问题 就看这个监察院的这个调查了 反正现在什么木口公关啊 这个端木正 这个精华快施苏佐 民众党部啊 监察院都派人 提取了大量的材料 进行后续的调查 所以后续的调查什么样 我们再往后看吧 嗯 这里有还有个comment说 这两天中国刚好发了个文件 要在台湾建立影子政府 这其实也这个要澄清一下 这不是政府发了个文件啊 是厦门大学号称 提供了一个政策意见 但后来删掉了 所要去演练 在台湾建立影子政府 这个文件应该是存在的 就是厦门大学 突然写了个文章说 哎呀 因为这个Trump上台啊 所以我们武统台湾 这事要提前 所以为了武统台湾之后 好治理呢 我们要在台湾建立影子政府 要提前进行一些安排 人事安排 提前进行一些统治的演练 我觉得首先啊 厦门大学这个事儿 代不代表官方意见 未必 这个事儿更像是 现在不是搞两岸一体化 示范区吗 在厦门 所以厦门大学的人 可能就是拍上面的马屁 就拍出这个文章的 其次他们真的能搞好 有什么影子政府演练吗 别影子政府治理了 连这个防疫动态清零演练 都弄不好呢 别说在台湾建立统治秩序啊 这事儿我觉得靠这些学者的歪歪 应该是不是被靠谱啊 你说我党有没有什么经验 建立这个影子政府 能在一个地方把一个民主社会治理好 我觉得是 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 绝对不像是他们能够搞得定的事情 当然 我当然希望武统台湾这个事儿 永远不要发生了 发生之后 他们治理的差也会治理啊 但我希望发生了之后 台湾人的本身的这个防御意志 和这个周边的盟国 也能够帮台湾防下这一波啊 希望是永远不要发生了 好 这时候感觉好像跟这个一尊和川普一样 什么都要撇开专业人士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我倒觉得这有很多事儿 柯文哲未必亲自管 但很有可能就是他这个任人为亲嘛 然后他又天真的觉得 一切都会在这个SOP之下良好运转 这个才发现 这里面在快速运转之下 各种这个草台班子 就是东眼盖一笔 西眼盖一笔 拆东墙补西墙 他自己也不投入足够的时间 当然他生产 早上七点就要去上班啊 数十年如一日啊 等等等等 不知道时间花去干嘛了 对 这个对于这个民众党的打击 真的是 我觉得是毁灭性的 这次真的是毁灭性的 好 大概就是如此 那我们之后再关心这个时候的后续吧 这事儿远远还没有完 不管对民众党本身 还对于柯文哲 包括金华城案等等 还有五大必案在后面呢 这事儿远远没有完 所以台湾政治往前能走向何方 当这个民众党 如果受到极大打击之后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 接下来在立法 在这个立法院的运作 也会有根本性的打击啊 因为现在如果他们在立法院继续 这么特别激进的操作的话 这个民众党支持率 还会进一步降低 这些政党啊 其实都是活在这个民调之上的 因为最后的这个 声明力啊 就取决于未来 你们在竞选中 那个获得的票数 所以可能也会相对有所收敛 那接下来情况下 会怎么发展呢 我们要去继续看 其实对于这个民进党来讲啊 从这个大选之后 一直来讲比较顺利 这个民进党的支持率呢 一直在提升 赖清德本人的执政支持率呢 已经过半了 就支持率超过了50% 哇 这个岸田文雄 和这个 这个日本和韩国的领导人 不得羡慕死 对吧 他们都是20% 20% 10几排环的这个情况 赖清德呢 已经过50%了 那接下来台湾也会 就是今年也编列了 特别高额的国防预算 然后包括美国大选 能够怎么进展啊 因为川普上台 对于民进党消息 不是特别特别好 民进党当然是希望 或者台湾社会啊 应该都会更希望 这个 美国是民主党上台 能够延续 现在的这个印太政策 现在的印太政策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力度 和支持的决心 并不像川普和这个 杰利·弗斯他们不可预测 所以最近的消息呢 对于这个台湾人民 和民进党相对来讲 是一个比较好的消息 但我最后再次声明啊 我自己并没有说 特别觉得民 民进党特别好 特别喜欢民进党 没有 我只是认为 在两个问题之上 民进党明显 比国民党和民众党 要好得多 那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呢 我对于台湾问题 关心的天字第一号要务 就是不要发生武统台湾 不要发生战争 不要发生收复台湾 这样的事情 这就是我自己认为 最重要最重要的问题 所以说我就是依据 这样的一个concern 才相对来讲 比较倾向民进党的 我没有认为 它是一个特别清廉 特别高效 特别现代 一切都是美好的政党 它在内政事务之上 带来的各种争议 到底是真的争议 还是蓝白抹黑 还是什么情况之下 我关心 但我对这个的关心 就不如对于 两岸政策的关心 我认为 对于一个中国人 在台湾问题上 有一个single issue 用这个single issue 来判断各个政党 我认为 应该是个蛮正常的事情 我就做一张解释 有一个新的comment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对 就有人说 台湾好歹是民主指数 全世界第12的高峰国家 确实 台湾是亚洲第一名 既然被爆出来 查个水流失出 给所有人交代 是蛮容易的 他是本来觉得 这个中间党 很refreshing 很可惜 没事 这个假refreshing党下去了 那其他党就再接再厉 就是我刚才讲 这个时代力量 激进 欧巴桑联盟 包括台湾绿党 社民党 能不能努努力 哎呀 我天天看我的着急 这几个党 怎么就不能组一个政党联盟 到底要单打独斗 到什么时候 这几个党全是中左党 这中左党 为什么不能组一个政党联盟 来真正来竞选呢 真的是 我都替他们感到着急 王婉瑜赶紧努力 好 那我就大概说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后天新的三掌再见 非常感谢大家兼掌参与 大家记得感谢相信 也感谢分享点相信 祝大家一天生活愉快 好 我们本期透明茶室直播到这里结束 透明茶室是世界苦茶 每日新闻的衍生节目 和世界苦茶 YouTube视频节目 形成高地的搭配 世界苦茶是新闻信息 透明茶室是新闻的进阶分析 YouTube审时主茶节目 是历史和政治学的分析 欢迎同时接受这三个服务 世界苦茶可以订阅newsletter 或者在Twitter和Discord查看 透明茶室在Podcast和YouTube 分别有音频和视频版本的回放 审时主茶在YouTube搜索 世界苦茶可以看到 所有这些在show note都可以找到链接 我提供的所有服务都采取全免费模式 也希望可以赞助我的创作在Patreon 赞助链接也在show note可以看到 感谢你的收听和对我的支持 我们下期透明茶室再见 大家的感觉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相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